第1041章你们在害怕什么? 圣康恐惧地摇头道,我们什么都没看到,只是感觉到了可怕。 一群人发寒,什么都没看到,就个个都害怕成这个样子。 那你们在害怕什么? 东方开源接着问道,试图问出什么来? 不知道,我不知道。 圣康不断摇头,一脸的恐惧,那你们为何没有离开? 圣千语也追问道,怕,我们好害怕,可是,我们又不想离开,我们也不敢再往前行,因为,我们害怕,真的很怕。 圣康罗嗦得越来越严重了,恐怖,好恐怖,怕,我好怕,我好不安,好不安。 其他人也惊恐地难难道,林霄一群人寒毛都有种要竖起来的感觉,什么都没见到,却无比的害怕和不安, 不敢往前,却不由自主地不想退出去。 这是什么道理,完全解释不通,不过,他们却很理解,因为,他们也感受到了。 只不过,可能他们修为强大一些,或者来晚了一些,没有这些人那般严重。 这十人,似乎,精神已经开始失常了,林霄甚至都在想,那些死去的人,会不会是这种感觉致死的,而不是被阴气入体而亡的。 不过,这种诡异的事情,别说是他,就是吞天灵地的记忆中也没有。 当然,也有可能,这种恐怖事情的记忆,吞天灵地脑海中已经缺失了。 还是待他们离开吧,他们神志已经不够清醒了,再这样下去,他们会死在这里。 东方开源开口道,毕竟东南遇巅峰强者之一,遇到特殊的情况,倒也有着敏锐的直觉。 再这样下去,过不了多久,这些人可能都要死了,就算是出去,都未必能见得会有好转。 盛千语点点头,连忙对着那名九重五军老者吩咐道,盛陆长老,你带他们离开吧,不要进来了,以你的修为,进来也无济于事。 说着,盛千语便将一艘玉天洲取了出来。 那盛家的九重五军老者顿了顿,最终点头道,好。 各位,盛家九重五军欲说什么,不过此时,只见十人的身体,已经被控制着进入到了玉天洲之中。 跟他们说话,可能说不清楚,林霄不由开口道,很显然,这些人是被他用灵力控制着移动到了那般玉天洲内。 以这些人的情况,如果真能够说得通,恐怕早就便离开了。 盛家九重五军点点头,而后挤入那般玉天洲中,目光朝着前方望了一眼,不禁打了个寒战,而后环视了在场的武皇一眼,道,组长,诸位,那我便先行离开了,保重。 一群人点了点头,而后,盛家九重五军老者便催动着玉天洲,飞速离开了。 还有理智的他,很显然,不想在这种可怕的地方多做停留,越早越好,否则,他甚至都会有越觉得可怕越想留下的感觉。 那种感觉,太可怕了,糟了,紫尸馗呢? 带得一群人离开后,林霄目光向前探去,此时,紫尸馗已经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了他们的视线当中。 文言,一群武皇寒毛一粒,催动玉天洲的武皇顿时都有种要暴退的冲动。 不能联系到了吗? 东方开源皱眉问道,林霄摇了摇头,明显紫尸馗已经消失在了他能够命令的范围。 前前,他已经命令让紫尸馗在前方两三百里外原地等候了,按理说,紫尸馗不会突然行动才对。 突然消失,那便有几种情况,紫尸馗发现了什么东西,令其本能地前往,或者,被掠走,又或者,被控制。 前两者的可能性较高一些,毕竟想要控制尸馗很难。 那,我们还去吗? 云静不由问道,先前是由紫尸馗打头阵,有什么危险,也由紫尸馗先承受着,他们也更好应对。 现在,紫尸馗突然消失了,接下来可能遇到什么情况,都得由他们承受。 而且,紫尸馗突然消失,就已经透露了诡异和危险。 此处距离英家总部的距离,也仅有千里,他们已经感觉到了浓浓的不安,飞舞皇恐怕都无法再前行。 前方究竟会发生什么,真的很难说清楚。 郑黄虚都进去了,也不怕这里,当然是继续前行。 东方开元语气坚定地道,双眸泛起了一抹战役。 如果有人怕了,就留在这里吧。 司空剑开口道,语气之中,隐隐有着一抹讽刺的味道。 云镜微微皱了皱眉,当然,达了这种棉林和境界,自然也不会受司空剑影响。 他也仅是犹豫和询问宗主的决定而已。 虽说此地让人莫名地产生恐惧的感觉,但作为一百半多的武皇,死亡都已经不畏惧,心底自然不会是真的害怕到不敢前行。 实际上,不仅是云镜,其他武皇,皆与云镜一般,有着犹豫之色。 不过,东方开元那有着一缕不愿意让任何人褪去一死的讽刺话语,让得所有人都没再露出犹豫之色了。 走,圣千鱼也沉着地土声道,此话一出,三艘玉天舟,缓缓向前,所有人都纷纷紧踢了起来,手中将刀剑等兵器取出。 林霄手中,遥光断剑也已是准备好。 飞入这个距离,即便是他,心底也感觉到了浓浓的不安。 这里的每一片虚空,都仿佛有能够吸引人,让人恐惧,又让人盯住的能力。 每个人都提起了十足的精力,当然,要说最能够清醒的,恐怕不是他也差不多了。 毕竟,他是拥有强大灵力的六品中级灵控师,对精神控制方面,最为在行。 不过即便是他都感觉到很不安,可想这个地方有多诡异。 而也奇怪的是,就算是他们在继续前行,那种感觉越来越浓郁,却也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直到前进了一百里,两百里,乃至五百里,远处的城池隐隐出现在他们视线当中,除了那种恐惧不安又想停住目光的感觉外,也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再过一会儿的时间,一群人便是接近殷家总部城池两三百里,殷家城墙,已经逐渐清晰地出现在了他们视线当中。 而戴德望清殷家城门前的那一刻,所有人都纷纷大吃了一惊。 第1042章大恐怖的根源,只见紫尸馗站在殷家总部城墙大门门口之前,面朝大门内,整个身体不停地颤抖着,抖动的幅度很大,远远比先前一群人遇到的那时人还要严重。 很显然,现在的紫尸馗,十分惊恐,一群人都生出了含义,尸馗不是死物吗? 怎么还会恐惧,连死物都会恐惧,那阴家里面,到底是什么? 而实际上,唯有灵霄清楚,紫尸馗虽是死物,但已经生出了一丝灵智,只不过那灵智太弱了,形式几乎是靠本能。 在被他用秘法控制之后,唯他命令侍从,根本不会对任何事物产生畏惧。 如今,紫尸馗都如此恐惧,可想里面,定然有着令紫尸馗都极其畏惧的东西。 可里面,到底存在着什么?望着那座城墙,以及城墙外的紫尸馗,一群人又生出了那种可怕的感觉,觉得恐怖又想要盯着这一个画面。 不过,有了先前的经验,一群人皆没敢把目光集中在一个位置多久。 一开视线,他们便是见到,城墙外,以及城墙上,也有着一些尸体。 那些尸体,都身穿着统一的服饰,那些是阴家的人,阴家的人也死了。 圣千语吃惊道,一群人皆振振发寒,阴家的人自己都死了,那岂不是说,这不是阴家搞的鬼。 我就不信,还能闹出什么事情来。 此空间声音一沉,身上有元气弥漫,双目中泛起了冷光。 走,去看看,东方开源也道,一群人体内原力运转,元气笼罩周身。 如此一来,那种莫名的恐惧感,便稍微减轻了一些。 不过,随着距离越来越近,那感觉,仍旧是越来越浓郁。 带得临近城池之时,那种感觉,已经浓郁到了极点。 若不是强行保持着理智,他们一群人都想停留在原地的想法。 再过一会儿的时间,他们便是来到城墙之前十数战外的虚空中, 此时,城池内的场面,也出现在了他们的视线当中。 只见方圆数十的城池内,无数房屋建筑外围,到处都有尸体躺着, 莫于估计着,都有数千具。 而那些人,都身穿着殷家的服饰,很显然,都是殷家的族人。 也就是说,殷家总部的人,全部死绝了。 一群人纷纷到稀凉气,这也太可怕了一些,留在城里内的人,都死光了,一个不剩。 殷家,若不是有一些人在家族外,恐怕都已经灭绝了。 奇怪,那种感觉,突然消失了,这时,有五皇惊讶出生,一群人这时才纷纷回过神来, 顿时差异地环视了周围一眼,确实,那种令他们想停顿目光,心生恐惧的感觉消失了, 仿佛,天地间某种莫名的诡异都消失了一般。 这让得所有人都十分的诧异和不解。 以先前的经验,是越接近城池越感觉到恐惧和不安,也越想停住目光盯东西。 那按理说,他们现在来到了城外,那种感觉最浓郁才对,怎么就突然消失了? 难道,是因为他们超过了某个距离,这城墙的周围,便没有了那种感觉? 或者说,那种感觉,随着时间流逝的缘故,这个时候突然消失了。 这让得林霄等人怎么想都想不明白。 不过,林霄在看向下方站在城门口外的子尸馗之时,只见那子尸馗,仍旧是一动不动, 目光紧紧盯着前方,整个身躯仍旧不断在颤抖。 这到底什么情况,我们都没有那种感觉了,为何子尸馗还那般畏惧? 林霄不解道,一群人也疑惑地摇了摇头,按理说,子尸馗这种死物,比他们更能扛住那种恐惧才是。 现在却反过来了,他们都没那种恐怖的感觉了,子尸馗仍旧保持着原先的模样。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东方开源也喃喃自语,望着前方的尸体,一脸的疑惑。 前方地面,有一道裂痕,屈簧忽然惊呼了起来。 闻言,一群人纷纷一惊,连忙将目光朝着前方远处看去。 莫约招数十里外,靠近阴家城池中部位置地面,果然有着一条裂痕。 只不过,前面大部分被房屋挡住了,只能隐隐看到一小段一小段的裂痕,不注意看,还不好发现。 不过,一群人目光随着那道裂痕向前看去,戴德看到建筑的尽头,也便是阴家城池的靠后方位置,便是一条长长的裂痕。 裂痕不是太大,周围还有死去变成乌色的杂草和树木,不仔细看,百里外的距离确实很难看清。 不过注意一看,那裂痕,却是极长,一直往下蔓延。 只是,在更靠前的位置,却被密密麻麻的树木藤蔓和杂草厚厚地覆盖,让人无法看清。 那里,是阴家的列祖墓地,绝刀宗宗主开口道,曾经因为一些事情,他也与阴皇有过来往,那个方位,他也有过印象,那便是阴家的墓地,为了不让人看清。 那些密密麻麻的树木,便是阴家不出来的防窥使手段之一。 听得绝刀宗宗主的话,九霄宗宗主眉头皱了皱,说道,据说,阴家的人死后,只要是实力强的人,都会埋在列祖墓地。 而阴家的人,也会挖出阴家的祖先尸体来修炼,难道,问题出在阴家的列祖墓地? 文言,灵霄都不由道吸一口凉气,阴家吸收死人之气,炼化死人修炼他之道,可炼化自己列祖列宗的尸体,那也太害人听闻了一些。 试想,哪个家族的后人不尽自家祖宗,别人羞辱一下祖先,都恨不得死灭他全家,而阴家道好,自己居然挖祖先的尸体出来修炼。 灵霄甚至能够想象得到,那些祖先的尸体,似乎,也是那一代人为了后代用来修炼,如此循环下去。 这种家族,也太过惊世骇俗了一些,决刀宗宗主点了点头,道,没错,阴家的目的,埋藏着不少尸体,那个裂痕,很有可能,就是大恐怖的根源。 一群人深深皱眉,怎么说那也只是一堆尸体,也没有人炼制尸馗,也不可能拥有如此强大的尸馗出世吧? 或者,尸体产生灵智,不过,东南狱的历史中,似乎也没听说过阴家有什么强大祖先,就算有强者埋藏太久而产生灵智,实力也不会强大到什么地步吧? 而且,那种大恐怖,那种诡异,似乎,也不像是什么尸体就能够弄出来的。 难道,阴家墓地内,除了埋尸体,还埋藏着其他恐怖的东西? 或者,不是阴家墓地,大恐怖另出其处? 待我让子尸馗先去查探,一阵疑惑和猜测之后,林肖木光朝着下方的子尸馗看了一眼,发出了命令。 不过,却见子尸馗仿佛什么都没听到一般,仍旧是站在原地,颤抖着身体,不敢向前半步。 子尸馗不敢动了,林肖皱眉说道,一群人也纷纷皱眉,连子尸馗都不敢向前,难道,那里,真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在裂痕里面? 可在裂痕里面,也不至于,让子尸馗不再进入城池半步吧? 难道,不是那个位置,而是,尸,然而正当这个时候,一变突生,第1043章恐怖根源出现,在众人的前方,以鹰家列祖墓地为中心,周围方圆数百里区域的整个地面,散发出了淡淡的光滑。 隐隐有一股圣洁的气息,忽然从地面上透发而出,令人有种祥和,安心的感觉。 这与方才一群人感受到恐怖截然相反,就算是城门口外子尸馗,多缩的身体也恢复了过来。 这是什么情况,这让得一群人纷纷诧异,之前是令人恐怖的感觉,现在又让他们心神安定,而且整个地面都散发着淡淡的圣洁光滑, 鹰家总部的地下位置,到底有什么? 空,然而正当这个时候,一阵轰鸿声音响起,整个大地,剧烈颤动了起来,仿佛发生地面一般。 怎么回事,一群人纷纷大惊,空,空,空,地面一阵阵轰鸿的声音,接连响了起来,整个大地,仿佛发生了一场连续的地震一般,剧烈摇晃不止,城池内房屋,纷纷倒塌。 退后,东方开园连忙道,云竞催动着林霄所在的玉天洲,开始向后退去,林霄下意识地命令紫诗魁返回玉天洲。 结果,紫诗魁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一副茫然的状态。 没故的紫诗魁,林霄所在的玉天洲,刹那间便是向后暴退了出去。 令紫诗魁天洲,也同时退到了两三百里之外,在那散发着淡淡光滑的地面外围,暂时停了下来,浮生到了高空中,保持着警惕。 林霄等人的双目,一直在盯视着前方。 这片区域突然晃动,太过诡异了,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撞击地面一般。 难道,这块地面,是一个巨大的封印,里面,有东西在撞击封印? 盛千语猜测道,神色极为的凝重,很有可能,紫空剑深深地皱了皱眉,面色也一阵凝重。 虽说此时,地面还有那淡淡的圣洁光滑,但所有人心中都感觉到了浓浓的不安。 这种不安,不是来自于外界,而是来自于自己的内心。 仿佛,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一般,而辣淡淡的光滑,也不断在变淡,没多久的时间,便是全部消失了。 空卡,在淡色光滑消失的这一刹那,所有圣洁的气息都全部消失,原先散发着光滑的地面,开始均裂了开来。 在灵霄等的视线当中,有远极近,一条条巨大的裂痕,向他们这个方向蔓延开来。 远远望去,他们还是能够看得清楚,大地裂开的中心,是在阴家墓地的位置,那一片树木藤蔓杂草堆积的位置周围,已经向外裂开了无数道裂痕。 而与此同时,一股浓浓的不安和恐惧,在灵霄等所有人心中开始抱涌而出,每个人都有种世界末日要来临一般的感觉。 不过,他们的目光,却被吸引在了阴家墓地位置。 空卡,又一阵大响,地面再次裂开出无数道裂痕,原先的裂痕,也变得越来越大。 最大的一个裂痕,便是他们第一次见到的那一道,裂口已经达到了两三丈之宽。 而正当这个时候,滔滔滚滚的阴气,忽然从那最大的裂口处汹涌澎湃而出,其他裂口,也有浓郁的阴气弥漫了出来。 紧接着,一道仿佛来自万谷般,令人毛骨悚然的沙哑声音,从那最大裂口处地面悠悠传了出来,我,要,将,灵,是,戒,灵霄和在场的所有武皇心中一片骇然,头皮阵阵发麻了起来。 然而,他们却陷入到了他们近来时的那种,恐惧而又无法一开视线的可怕恐怖当中。 他们心中万分恐怖,可目光,却是死死地盯着阴家墓地杂草树堆外的一个巨大裂口,仿佛,所有人的身体都被盯在原地一般。 让人恐惧而又不想动,又想盯住那里的感觉,心中越来越恐惧,目光盯得越来越紧。 我,要,将,灵,是,戒,又一阵令人头皮发麻的沙哑声音再次响起,在那喷涌着滚滚阴气的巨大裂口处,隐隐有一双手伸了出来。 而后,一群人便是见到,有一具冒出滚滚阴气的尸体,从那裂口中爬出,紧接着缓缓向上升起了起来。 整片地区,温度骤然大降,仿佛进入了寒冬。 恐怖无比的气息,顿时自那人身上释放而出,向方人数百里外充斥而来。 林霄等人,心头瞬间骇然到了极点,汗毛都直立了起来。 那种可怕的感觉,已是浓郁到了极点,不少武皇身体都忍不住颤立了起来,面目也开始争鸣了起来。 然而,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摆脱那种恐怖的感觉。 或者说,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地回过神来,即便是林霄也是如此。 喝,正当这个时候,一道滚滚的大喝声音从一群人的后方传来,声音宛如雷鸣,震荡方圆数百里。 与此同时,有三股滔滚滚滚的黄色力量,犹如滚滚长江滔滔大河一般扑天盖地而来,自林霄等人的侧方席卷而过,朝着阴家墓地的位置,汹涌奔袭而去。 那三股黄色的力量,犹如九幽黄泉一般,散发着浓重的死亡气息,仿佛万物都要被腐蚀一般,所过之处,黄气弥漫,腐气滔天。 也在这三股力量奔袭和那道声音响起之后,林霄等人,这下纷纷回过神来。 回过神来这一刹那,所有人心中悍然无比,冷汗直冒。 他们方才,居然陷入了那种恐怖的感觉当中。 如果没有人惊醒,他们可能会陷入更久的时间。 所有人都有种后怕的感觉,连他们这种实力级别的人物,居然都被那种感觉困住了。 而且,如果长期陷入那种感觉当中,可能他们都会精神错乱,一直陷落下去。 那种越恐怖越想盯着的感觉,实在太可怕了,很难想象,如果恐怖致死,会有多可怕。 若真如此,恐怕,他们死了面目都会争鸣无比吧。 他们现在也才明白,那种恐怖的根源,竟然来源于地面上冒出的那具身体。 阴家地面,真埋着一个可怕的东西,似乎是一具尸体。 只不过,那身体冒出滚滚的阴气,他们并没有看清楚。 速退,刹那之间,司空剑连忙大喊一声,三搜遇天舟,这时候就要暴退而去。 无需退去,然而这个时候,一道声音在一群人的身后响起,一群人回身纷纷转身扭头,只见三位老者,已经暴掠到了他们的近前。 这三位老者,年纪似乎都上了两百岁一般,面色枯黄,满面皱纹堆积,身体枯瘦如柴,个个都如同诈尸一般。 其中一人,在场的不少人都见过,便是那位数次救过林霄的藏宗武皇强者。 藏宗的人,一群人纷纷惊呼道,第一零四四张真魔,藏宗的人,居然也来了,而且这次出现的,是三名武皇强者。 神秘的藏宗,还很少同时出来这么多武皇。 而让德林霄一群人更加诧异的是,藏宗的人一出现,就攻击从地面冒出来的可怕东西,毫无畏惧,还让他们也停下来。 难道,藏宗的人,对那可怕的东西有所了解不成? 为何不作退?司空剑第一个问出了所有人都疑惑的问题。 他刚冲破封印,是实力最弱的时候,尚不足为惧,若不趁机除掉,日后必是大患。 中间的那名藏宗老者说道,这名藏宗老者,正是数次救过林霄的老者。 而此话一说出口,这名藏宗老者的脸上,顿时间就变得凝重了下来。 见状,林霄等人神色也纷纷一宁,连忙回头看去。 此时,三人先前的力量,已经轰过了阴家总工那片区域,滚滚的阴气,已经被轰散了开去。 去空中,只见一道身影,清晰地出现了他们的视线之中。 那道身影,身穿着被血染变干厚的怪异多层色蓝驴骨袍,身躯比普通人高大一倍,让得所有人都骇然的是,那道身影的脑袋,竟然已经破碎了一半,左眼左耳都已经消失,只剩下了还有完整鼻子和嘴唇的右半边脸。 半边脸面目争鸣,比之一群人先前见到的那些尸体,还要争鸣可怕,几乎都看不出个人样。 紧剩右侧的脑袋白色发丝垂落而下,长发及腰。 而在其胸口处,有一个白森森的大洞,整个心脏被掏空,中围全是死白色的肉和白森森的骨头,其下方腰部连腹部,还有上下方肠形的巨大伤口,连肋骨都露出了两排。 这一刹那,所有人都一阵毛骨悚然,浑身上下汗毛直立了起来。 那个尸体,到底是什么东西,都变成这样了,居然还能够从地下冲出来。 此时,所有人的目光,又再次盯住了那具尸体。 那具尸体,似乎带有莫名的能力一般,除了本身样貌可怕,还让人一看就产生莫名恐惧的感觉,还有吸引住所有人目光的能力。 脚心被他吸引住,藏中的那名老者低贺一声,让一群人都纷纷回过神来。 不过,所有人心中还是骇然无比,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司空剑都带有金句的问道,这种东西,他还没见过。 就算是尸馈,也得是完整的尸体,里面才能够布置出完整的阵法机关来。 而这尸体,很显然,残缺不全,根本无法炼制成尸馈。 更别说能够拥有这么恐怖的能力了,若说是个活着的人的话,那更不可能,没有人能够没了脑袋和心脏还能够活下来的。 这种东西,已经超越了他们的认知,藏宗古籍记载,阴家地下,封印着一个阴魔,这,应该是,一尊,真魔。 那藏宗的老者也不太确定地道,脸上同样也有着震惊之色,他也是想不到,那记载中的阴魔,会是这般模样。 什么,所有人纷纷大惊,魔,只不过是一个概念的说法, 是人一般都用来形容邪恶阴暗而可怕的总称,真正的魔,并没有个准确的说法。 要说具体一些的,那便是魔属性力量,魔属性原力,魔源,修炼魔源很强大的人,便会被称之为魔。 当然,那种魔,也只不过是相对实力较弱者来说。 不过,就算是修炼魔源变得强大的魔,似乎,也无法做到脑袋不全没了心脏还能活着。 还有一种说法是,魔相对神灵,诸如传说中的神兽,神龙,神皇等等。 不过,那也只是在传说中,具体如何,难以揣测。 如今,也没有什么遗迹证明神龙,神皇存在,那与其相同等级的魔,更不可能。 还有另一种对神灵的说法,五帝之上,变成神灵,万补偿存,魔也是如此。 魔便是修炼魔属性力量成就五帝之上的存在,不过,连五帝都几千年没有出现了,更别说有人成就五帝之上,那不过是一种说法罢了。 再有一种说法,魔或者神便是诡异,特殊生命形式的存在。 诸如特殊地方酝酿出的生灵,传说岩浆存在无尽岁月,会酝酿出岩浆生灵,有可能是人类形状,也有可能是灵兽形态,也有可能是岩石形态。 这种生灵,便被人称为炎魔,或者说是火魔,当然也有人说是炎神或者火神。 还有说无尽雷霆能量孕育出生灵,雷神,黑暗深渊孕育出的特殊生灵,黑魔。 古树存在无尽岁月,吸收天地灵气产生灵质,被人称之为树妖。 不过,这些都只是无者对五道尽头,万物极致能生生灵的一个假想而已,会不会有这种的存在? 很渺茫。而就算是有,这种魔,还让人能够接受。 诸如岩浆中产生的生灵,可能就是特殊形式的种族,并非是一出现就成就五帝之上那么可怕,也有强有弱,可能比武圣还强,也有可能比武皇武军,乃至武尊还要弱。 具体实力,同样也看其孕育出的时间,修炼程度等等。 而眼前这具半脑无心脏也无尽腹部丹田的存在,很有可能,就是这种特殊生灵。 由强者尸体,经过特殊的原因产生的灵质。 只不过,这种灵质,比之灵霄得到的子尸馗,远还要特殊罢了。 毕竟,子尸馗还是个完整的尸体,残缺的尸体产生灵质,更让人难以想象。 真正的魔,灵霄心中也是震惊万分,要说真正的魔,吞天灵地记忆中也没有。 或者说,吞天灵地可能在神魔目的见到了真正的神魔,那段记忆也消失了。 当然,要说有,特殊的生灵,还真是有,食人族。 伴食伴人一般的特殊生灵,灵霄便是见过。 不过,与所谓的魔,似乎还不太相同。 太古食人族,更像是人类修炼食之类的功法,代代血脉相传下来,变成了一个特殊的人类种族。 当然,这也不是他该去界定的问题。 同时,灵霄又联想到了一个问题,他从幽天魔柱中得到的九幽魔区,修炼的就是魔道属性的身躯。 据功法记载,九幽魔区,炼到极致,可成真魔,会不会,他将九幽魔区炼到极致,也变成眼前这尊阴魔一样,脑袋破碎一半,连有了心脏,连有担负,一样能活。 第一零四五章打阴魔,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这阴魔,应该是强者尸体产生灵致的特殊生灵,实力应该不会那般强大。 藏宗毛者说道,而且,他刚刚冲破封印出世,消耗巨大,是我们趁机攻击他的时候。 此空剑等人猝了猝眉,这阴魔,真的不是那般强大。 似乎,一个泄气,方圆万里的人都死绝了。 一冒出来,他们都要被特殊的感觉困住,如果战斗起来,确定真的不是太强大。 虽说,刚刚冲破封印,可能是阴魔最虚弱的时候,可是,谁又知道,阴魔的底线在哪里,最虚弱的时候,究竟有多强。 一群人对藏宗老者的话纷纷质疑,不过,这个时候,似乎,也只能试一试了。 否则,让这尊阴魔闯出去,还不知道会发生多少祸端。 我们十数位武皇的实力,也不弱,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试试,与他站上一站。 一旁的圣千语神色宁众地道,要说他们正修守护者的职责,除掉这具阴魔,比除掉习皇者联盟都要重要。 这阴魔可是真正的魔,到时候别说正修,普通人都会杀。 这种魔头,他们更应该铲除,其与武皇面面相去了一眼,而后相互点了点头。 随即,林霄的目光下意识地朝着紫尸馗看了过去,只见紫尸馗已经跪倒在地,哪里还有可能听从他的命令而去攻击阴魔。 林霄心中不由一阵暗骂,这紫尸馗,也太不争气了,他可是不跪天不跪地的主,作为他的尸馗,竟然就这么给对方跪下了。 不过,这也没办法,因魔是紫尸馗本能救恐怖的东西,无法抵抗,他再怎么命令,也无济于事。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林霄心中暗道,没有紫尸馗前去试探,那就只能直接上了。 杀,此时,那名藏宗老者低贺一声,而后便是酝酿力量,朝着阴魔飞掠而出。 另两名藏宗武皇锦随其后,东方开源,司空剑,圣迁与身上,同时有强大的气息弥漫而出。 林霄手握遥光断剑,与一群人,向前惊飞。 戴得飞临魔百里外之时,所有人纷纷动手了,强大的武技纷纷施展。 一团团夺目璀璨的光芒绽放,一道道凌厉无匹的刀光剑芒激发,一股股拳芒掌力,同时爆发而出,齐齐向前方奔袭。 十数古武皇力量毗邻汇聚,犹如滚滚长江四滔滔大河一般,荡起猛烈的狂呼一笑之声,铺天盖地般地朝着阴魔奔涌。 整个阴家城池上方,都被可怕的力量淹没,恐怖的波动,震荡其间。 十数古武皇的力量,而且,还是汇聚数位东南欲最为坚顶的强者之力,浩大无比,仿佛连虚空都要被淹灭了一般,声势惊天,威势害人。 似乎感受到了强大的威势,阴魔那只剩下半边脸的右眼,陡然张了开来,滔天的阴气,忽然爆发而出,一道阴森的铜光,自阴魔的幼童中激射了出来。 此,一阵无比沧桑沙哑的声音,从阴魔嘴中发出,滚滚阴气随之喷涌。 那道铜光,犹如来自地狱的魔光,似乎蕴含着天地都无法容下的伟丽,天地都似要站立了起来,天地间隐隐有鬼空狼嚎的声音响起。 而在那阴魔周围那大片虚空区域,似有模糊可怕而又让人无法看清的影像浮现了出来。 虽然无法看清,却仿佛让人隐隐感觉到如同世界末日要来临一般,让人一看便不禁猜测到了那要浮现出来的影像,极有可能是世界末日影像。 这一刹那,林霄等人的目光、精神,顿时都被那浮现出的模糊影像吸引住了。 不过下一刻,那席卷着足有数千丈周围阴气的铜光,已经浩浩荡荡地轰在他们十数人的力量上。 空猛龙,空猛龙,空猛龙,惊天动地的声音阵阵响起,虚空仿佛动荡,大地都隐隐颤动了起来,滔天的能量流风暴顿时爆发而出。 惊涛骇浪般的波动,自两方力量撞击的一段范围接连爆发,向十方天地汹涌冲击。 整片天地,都被滔天的能量气浪和波动淹没冲涌。 不哭不破,刹那间被震醒过来的凌霄,感受到了可怕的波动袭来,心头一震,第一时间将不哭不破催动而出。 他的体表,弥漫出了浓郁无比的浩然正气,一道金光亮起,凝聚出了一道防御屏障。 金光凝聚,犹如实质化了一般,凝聚出了一道道金色的鳞片,把他整个身体,全部笼罩。 空吃,眨眼的时间,滔滔滚滚的波动,席卷而来,不及在了他那固若金汤的防御屏障上。 林霄就如同海中大浪中的扶贫一般,整个人连带着金光屏障,被震得向外飘荡了出去。 而其他人,虽然都纷纷撑出了各自的防御,但每个人都被那浩大无比的波动波及,所有人都被席卷震飞了出去。 足足被震飞出数十里,一群人的身体,方才接连停止下来,前方仍旧有着浩瀚的气浪在汹涌澎湃。 这么强大,众人脸上都涌出了震惊之色,虽然,他们都没有受伤,但他们可是总共有16名武皇实力的力量啊。 16名武皇力量齐齐一击,居然,被阴谋一睁眼的同光给击溃了。 这阴谋的实力,究竟是有多恐怖?太强大了,林霄心头也是吃惊无比,他撑出的浩然不哭防御,当初同级别战力的剑无敌,都无法撼动他分毫。 而这波动,便直接将它震退了数十里,光光从这一点,就可以想象得到这波动的强大,可以想象得到,阴谋那一击爆发而来的力量有多强大。 最为可怕的是,阴谋绽放同光就发生的模糊影像,那可不是什么丹田异象? 似乎,力量中就带有,或者,力量太过强大,又或者是阴谋造太多的杀戮造成的。 那影像一浮现,他们都被吸引住了,那种恐怖的感觉生出,若是清晰的影像出现,那会是如何? 他实在不敢想象,而且,这还是阴谋最虚弱的时候的实力吗? 如果真是如此,那阴谋最强的时候,又会多强大? 这让他更不敢想象,无法击伤我们,便说明也不算太离谱。 这时,藏宗老者的话把一群人从震惊中惊醒了过来。 没错,这波动虽然强大,但还无法将他们击伤。 这也便是说明,阴谋方才的同光力量虽强,但也仅是与他们齐齐攻击的力量相仿。 否则,也不只是将他们震退出来这么简单了。 不过,藏宗老者的语气当中,怎么听得出那么没底呢? 所有人都有些心虚,诸位,再次汇聚,准备施展出最强的一击吧? 如果无法拿下他,恐怕,也不会打了。 藏宗为首的那名老者再次开口,这次语气极为的凝重。 一群人点了点头,确实,如果他们所有人最强的底牌都施展出来了, 还是被阴谋一击击溃,那么,根本就不用打了,再打,也只会遭殃。 第1046章最强合击,一群人瞬间会笼在了附近,所有人最强的底牌,纷纷酝酿。 诗,刺空剑身上,强大无匹的五黄五重气息散发而出, 其丹田外,正地色的光芒绽放了出来,一道白色的火焰之剑虚影在虚空浮现, 极其冰冷的气息,自白焰剑虚影上透发而出,五匹的威压,充斥八方。 与此同时,刺空剑背后,一条血脉亮了起来,体内犹如一把剑影成形, 刺空剑犹如变成了真正的一把利剑一般,整个人尽显锋利, 似乎蕴含了太过强大的力量,整个身体都隐隐颤动了起来。 灵力无匹的波动,刺刺空剑身上浩荡而出, 令人窒息的气息,笼罩天地,整片天地,似乎在颤鸣。 刺空剑双手中,长剑也似与天地融合在了一起, 气势如自生,如天地之势,万丈白光,自长剑上散发了出来。 很显然,刺空剑已经在酝酿最强的攻击,五重五皇修为, 催动地皆终极异象,特殊血脉,和剑势,威势惊天。 诗,另一侧,同样是正地色的光芒,自东方开源的丹田外绽放而出, 一道金色长枪虚影,在其头顶上方浮现而出,恐怖无比的威压, 自虚影上浩荡了出来,向十方天地笼罩。 与此同时,一股霸道至极的气息,自东方开源身上释放而出, 东方开源的体表,由璀璨的金光散发了出来,特殊的体质被催动。 其长枪,也犹如与天地融合在了一起,自成气势,气势如虹,威势惊天, 虚空犹如要被冻穿一般。 东方开源也在酝酿最强大的一击,地阶终极异象加特殊体质, 加枪式,整个人顿时间仿佛充满了通天动地的力量, 令虚空都欲颤动了起来,无比的波动以其身体为中心, 向四面八方荡漾了开来。另一侧,圣谦与四重五皇气息释放, 双掌向前撑开对齿,恐怖的圆力涌动,在其胸前左右双掌肩, 凝聚出一本句书的形状,这句书形状的力量,仿佛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力量一般, 整片天地,都要站立了起来。 无字的书页,缓缓从中间翻了开来,极其强大波动, 自那无字天书上弥漫而出,恐怖的威压,浩荡八方。 凌霄身上的威势,不比胜千语差,体表散发出了火红色的光滑, 整个人突然变得红通了起来,他的双臂肌肉暴涨, 胳膊整整变粗了一倍,仿佛化成了虎臂一般, 充满了爆炸性的蛮荒力量。 仿佛来自太古洪荒的蛮兽气息,自凌霄的身上弥漫而出, 恐怖的威笼罩十方天地,凌霄整个人仿佛变成了一头远古凶虎一般, 整个空间仿佛都因他的存在,而要颤抖起来, 智狂智暴的气势,震慑八荒。 凌霄,也催动起了天眼黄虎体质。 而让得凌霄吃惊的是,那三名藏终老者, 每个人身上,每一寸肌肤,都变成了土黄色, 浓郁的腐蚀气息,自三人身上浩荡了出来。 此刻的三人,就像是刚刚从黄土中挖出来的尸体一般, 根本不像人。 或者说,像是土座的人,虽然与三人有着距离, 凌霄都感觉到了那浓郁的腐蚀气息, 在那气息之下,他的肌肤,仿佛都要被腐蚀了一般。 而三人中,那数次出手救过他的那名老者, 修为气息,居然达到了四重五皇境界, 身上的威势,丝毫不比东方开远差。 他应该就是藏宗的宗主, 林霄心头一阵吃惊, 这最近频繁出动的藏宗老者, 极有可能,就是藏宗的宗主。 他也想不通,藏宗的宗主为何会屡屡相救他。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先前这老者每一次出手,都已经留了手。 否则的话,他那些对头早就遭殃了。 此时,林霄体内,也有着磅礴的原力涌动了起来, 脑海中的灵力,也在涌动。 融合后的灵能能量,也源源不断地经过经脉, 开始涌入他的手臂当中, 规矩指尖。 他的指尖,仿佛是黑洞一般, 要吞吸着大量的力量和能量, 而后开始压缩。 三种灵能融合后的能量, 加上他六重五军元力, 和六品终极灵力的凝聚融合压缩, 他都还没施展过, 那威势,难以想象。 为了对付阴谋这种可怕的存在, 他也只能全力以赴, 将能够控制的最强手段吞天聚灵指酝酿了出来。 其他武皇, 也纷纷爆发出了强大的威势, 所有人最强底牌的联手一击, 定然不止比先前墙上一两倍那么简单。 而与其他武皇强大的威势相比, 林霄的体表, 无比地平静。 待得一会儿的时间过去, 所有人的力量, 都已经酝酿十足。 而此时, 前一击那滔滔滚滚的能量气浪, 也已经渐渐散去。 那阴谋的身体, 再次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当中, 阴谋仍旧是一动不动力在原处的虚空中, 没有被那强大的波动撼动分毫。 太强了, 林霄心中烂道, 那波动, 可不止朝着他们这个方向波及, 连整个阴家总部城池, 都变成了废墟。 那么强大的能量波动下, 阴谋居然还能够一动不动力在原处, 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般, 可想其实力究竟有多强横。 藏宗老者皱了皱眉, 然后朗声大喝道, 攻击。 说吧, 滔滔滚滚的黄泉力量, 犹如大河奔腾, 似今天横流一般, 自其拳头上激发而出, 朝着前方滚滚奔涌而去, 腐蚀的气息, 冲荡天地。 另两位藏宗老者, 也施展出了相似的黄泉力量。 与此同时, 其他人也纷纷出手了, 刺空剑手中长剑披斩而出, 整个人所在的虚空似乎在颤动, 凌厉至极的剑芒激发, 令得虚空仿佛都要破碎了一般。 耀眼的剑芒蕴含着强大无匹的力量, 如化空闪电, 刺虚空雷伐, 威势比之藏宗老者还要强大。 大雁灭黄枪, 东方开源手中的长枪, 对时也散发出了金光万丈, 犹如滚滚烈焰在金枪上跳动, 东方开源单手持枪, 整个人荡起滚滚的浩然正气, 直冲出了百丈, 一枪刺去, 无匹的枪芒如同金光长龙, 席卷着滔天的浩然正气, 向前奔袭而去。 无刺天书, 盛千语一阵滚滚大喝, 强大至极的无刺天书力量, 横空击射而出, 朝着阴谋所在的方向轰砸了过去, 虚空仿佛都要被砸毁一般。 九霄破黄拳, 凌霄那巨大的拳头, 向前砸出, 宛如晴天金柱般的拳盲晶空而出, 直冲长空, 耀眼的金光照亮无数里。 其他武皇的拳盲掌力, 刀光剑盲纷纷爆发, 整片天地, 都处在刺目的光亮, 各种恐怖的气息冲荡天地。 与此同时, 凌霄也出手了, 一直点出, 一道细小的光点自他的指尖激发, 与其他人的攻击相比, 他这光点, 就显得太渺小了。 不过, 在这光点出现的一刹那, 天地顿时涌动出了无尽狂暴的气息, 仿佛整片天地都狂暴到要爆炸起来一般, 天地似要战力颤抖, 触人的气息充满天地。 而且, 在所有人的攻击当中, 凌霄的这一道光点, 速度最快, 冲在了所有人的力量之前, 第一时间, 动射向了那具阴魔。 第一零四七张阴魔的反击, 就在那道光点即将击射到阴魔身躯的一刹那, 只见阴魔嘴角张开, 滚滚的阴气喷涌而出, 那粗糙的手掌一抬, 看似缓慢, 眨眼却是到了胸前。 一张缓缓拍, 一个千丈的巨大魔掌, 在其身前凝聚成形, 那道光点, 击射在了散发着滚滚阴气的巨大魔掌上。 空猛龙, 宛如九天雷鸣般的巨像爆发而出, 惊天动地的大爆炸, 在这一刹那间爆炸了开来, 一团夺目耀眼的光团激发, 滔天的能量风暴喷涌爆发而出, 惊天的波动向外冲击开来, 虚空仿佛都被炸碎了一般, 仿佛在颤鸣。 这爆炸, 令得所有武皇都心头大震, 那威力, 实在太过恐怖了。 很多人心头都暗暗心计, 如果林霄这一点攻击他们, 恐怕都会被炸成灰烬。 就算是司空剑, 脸上都闪过了忌惮之色, 这攻击对他都有威胁。 而让得所有人更吃惊的是, 如此强大威力的大爆炸, 居然无法撼动那个巨大的魔掌分毫, 认得那魔掌推动滔天的能量, 向前移动。 而仅是刹那的时间, 其他人的恐怖攻击, 也纷纷轰在了千丈魔掌之上。 轰隆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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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阵阵惊天动地的轰隆大响接连爆发而出, 浩瀚如海般的能量流滚滚爆发而出, 能量之巨大, 瞬间淹没整片天地。 整片天地, 都成了能量的海洋, 翻江倒海般的波动, 顺时席卷向数百里外, 大地都被震得剧烈震动了起来, 仿佛发生了一场大地震一般。 在能量爆开的一刹那, 一两百里外的林霄等众人, 都纷纷开始施展自己的手段暴退了。 不过, 那可怕的冲击波动实在太快了, 很快的时间, 便将所有人淹没, 所有人都纷纷被震飞了出去。 即便是仓促撑出了耗然不破防御的林霄, 被震退出一两百米外之后, 那浩然不破防御金光, 居然被震破散开了。 不过好在, 防御金光已经阻挡住了主要的冲击, 让德林霄没有遭创。 但, 林霄体内, 仍然是气血翻涌, 险些吐出鲜血来, 可想这一击的波动, 有多强大。 也可以想到, 即便是所有人齐齐轰出的最强力量, 都没能一举将阴谋的魔掌全部轰溃。 否则, 也不会如此巨大的能量波动到冲出来, 而是向前轰击而去了。 而在他们的前方虚空, 也被滚滚的能量冲荡, 那千丈魔掌完全被能量淹没了, 似乎也崩溃了, 不知道, 那阴魔会不会被波及受创。 毕竟, 能量崩开的位置, 就在阴魔的跟前, 如果魔掌也崩溃开, 那阴魔定然也会遭到巨大的冲击。 那种冲击, 若是换作在场任何一位武皇, 恐怕都会直接毙命。 而此时, 林霄也发现, 被震飞出去四方的其他武皇, 不少人已经嘴意鲜血, 身上都沾着血迹。 有数人身上气息还有些萎靡, 面色苍白, 很显然, 受了不轻的伤。 而至于司空剑和东方开源几位顶尖的强者, 倒也和他差不多, 虽然面色难看, 但也没有到吐血的地步。 此时, 一群人再次会笼于虚空中, 有四艘玉天舟已经被取出, 十数人分霹雳在了玉天舟内, 做好了随时跑路的准备。 所有人都面色难看地望着前方汹涌澎湃的能量风暴, 以待能量散去。 如果这一击都无法奈何阴魔, 恐怕, 他们也只能跑路了。 藏宗三位都眉头紧锁, 很显然这阴魔的实力, 已经大大出乎了他们的预料。 过了好一会儿的时候, 那能量气浪和动静, 才缓缓散去。 地面, 已经出现了一个方圆百里的巨大凹坑, 阴家城池, 已经不见了, 周围方圆数百里, 也都被移为了平地。 透过逐渐吸散的气浪, 那脑袋不全, 没有心脏腹部的阴魔, 再次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视线当中。 阴魔, 仍旧立在原来的虚空中, 完好无损, 也没有被阵退丝毫。 什么, 这怎么可能, 怎么会这么强, 所有人都纷纷瞪大了眼睛, 一脸的难以置信。 那可是他们十数名武皇最强底牌的力量啊, 那么可怕的攻击, 阴魔, 居然一点事都没有, 一点位置都没有被阵退, 这怎么可能。 宗主, 怎么办, 藏宗一名老者仍旧不甘又无奈地对着那四重武皇老者询问道。 也证实那名藏宗老者是藏宗宗主的身份。 为等藏宗宗主说话, 而傅妍却紧张开口道, 还能怎么办, 跑路吧, 否则, 等他发怒了, 我们一个都跑不掉。 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圣千语也是不甘地道, 这阴魔, 恐怕没什么人性, 让他这样跑出去, 都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不止圣千语, 其他人, 都露出不甘之色, 不过这阴魔的实力太过可怕了, 可怕到了让所有人无力的地步。 你们有没有发现, 那阴魔, 并没有主动出击的意思, 这始至终, 都立在原地, 我们的攻击临近, 他才会出手。 这个时候, 林霄突然说道, 按理说, 如此强大的阴魔, 第一击他们对其出手的时候, 受到冒犯, 第二击就该反击了。 而阴魔没有, 等到动静散去, 他们第二次施展攻击, 而且还是等到他们的攻击临近的时候, 方才出手。 似乎, 只是在遇到威胁的时候, 才会出手。 而且, 他们最强一击的动静散去, 也有好一会儿时间了, 那阴魔, 还是立在原地一动不动, 没有主动向他们攻击的意思。 不知道, 是不是冲破封印消耗太大了, 还是受了重创, 又或者, 灵智不够清醒, 亦或者没有完全清醒过来, 方才一直立在远处。 此时, 其他人也反应过来, 想到了这个问题。 确实, 阴魔虽然出了两击, 都是在他们力量临近的时候, 方才出手的。 而且, 那力量, 似乎与他们攻击的力量相仿。 第一击, 阴魔的力量, 也仅是将他们联手的一击崩溃了而已, 若是直接以魔掌攻击, 他们恐怕都要遭殃。 而第二击, 虽然他们都受了波及, 但, 也并没有恐怖到让他们严重受创的地步。 似乎, 阴魔也仅是轰出几能崩溃他们力量的相应力量。 也就是说, 可能, 这阴魔, 并没有主动攻击的意识, 只是在自己受到威胁之时, 做出的本能反应。 然而, 郑林骁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这么想的时候, 那阴魔的身体, 忽然动了。 滔天的阴气, 同时爆发而出, 阴魔的身躯, 荡起半边天的阴气, 朝着众人快速席卷而来, 场面可怕, 声势浩大。 而更加恐怖的是, 阴魔的气息还未充斥到, 一股恐怖至极的感觉, 已经充斥在所有人心头, 所有人都陷入到了一种特殊的恐怖当中, 所有人的目光, 都紧盯在了急速冲来的阴魔身上, 无法移开了。 御天舟, 都没人催动, 三四百里的距离, 几乎不用什么时间一般, 阴魔的席卷着半边天的阴气, 很快便出现在了众人数十里外。 不好, 快退, 此空剑第一个反应过来, 身上特殊血脉亮了起来, 发出了一阵大喝之声。 这时, 所有人都纷纷回过神来, 负责催动御天舟的武皇, 就要催动御天舟。 然而这时, 阴魔散发的那毛骨悚然气息, 已经笼罩到了他们身上, 所有人的身体, 都不能动弹了。 什么, 林霄心头一颤, 头皮一阵发麻, 浑身上下汗毛都直立了起来。 第一零四八章我道是有个办法。 其他人也纷纷惊悚, 他们的身体, 居然无法动弹了, 连催动御天舟都做不到, 面临着可怕的阴魔, 他们岂不是都要陨落在这里。 一些人心中甚至闪过怒骂 林霄一顿的感觉, 还阴魔不会主动攻击呢? 这是不会主动攻击吗? 一攻击, 就要他们所有人的命啊。 如果, 他们先前没有犹豫, 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没有丝毫的逗留, 直接暴退, 就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了。 现在好了, 所有人都要踩在这里了。 骷髅手掌, 林霄, 将你的骷髅手掌寄出来。 这一刹那, 藏宗宗主大喊了出来, 也不知道动用了什么手段, 其手中, 忽然有一口铜钟忽然飞射而出。 瞬间有小变大, 绽放出了万丈黄光, 恐怖的黄泉气息弥漫, 挡向了冲来的阴魔。 闻言, 林霄心头一震, 虽然不明白 藏宗宗主为何要他将骷髅手掌寄出。 不过, 既然对方在关键时刻这么说, 定然有他的道理。 假意识的, 在铜钟飞出的一刹那, 林霄连忙将骷髅手掌从处物界中取出, 灌注着灵力, 猛地控制着手掌向前击射而去。 当, 一阵刺耳的声音响起, 那口铜钟, 直接被拍飞了出来, 朝着众人的斜策方向远远到射而去。 而下一刻, 林霄寄出的骷髅手掌, 已经飞射到了阴魔的近前。 阴魔下意识就要拍出手, 然而正当这个时候, 一个令得所有人都吃惊一目出现了。 只见阴魔顿时愣住了, 身上那滔天的气息, 顿时收敛, 然后, 低头抱拳, 双膝猛地跪在虚空中。 林霄猛地吓一跳, 连忙将骷髅手掌控制停止住, 否则骷髅手掌就要从阴魔头顶上方击空过去了。 在他猛的控制之下, 那骷髅手掌, 也刚好停止在了阴魔的头顶上方。 这一切, 都只发生在一瞬间, 此时, 所有人都已是见到, 那阴魔不但跪下来, 浑身上下, 居然开始颤抖了起来。 紧接着, 整个身体, 居然匍匐在了虚空中, 仿佛, 见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一般。 这一幕, 让得刚刚恢复过来, 本来要逃走的一群人, 都错愣了下来, 久久都反应不过来。 如此恐怖的阴魔, 居然, 下跪匍匐了, 还一幅恐惧的模样, 这到底什么情况? 所有人都有种发猛的感觉, 即便是林霄, 都完全呆滞了, 这骷髅手掌, 到底是什么? 在强大灵力的贯注之下, 会激发出最纯粹的皇权力量, 灵力越强, 威力越大, 上次在藏宗的皇权夜注入其中时, 还会爆发出更加恐怖的威能。 而如今, 仅仅是寄出, 还没灌注任何力量, 就让得十数名武皇都无法立抗的阴魔匍匐颤力, 这, 也太诡异了吧。 要知道, 这可是真正的魔啊, 连魔遇到了都要颤抖, 可想这骷髅手掌的不简单。 不过, 实力可怕的阴魔都畏惧, 舞者却没有任何感觉, 这令得他也不解。 林霄下意识猜测, 这骷髅手掌, 可能是克制魔的东西, 所以才让得阴魔感觉畏惧。 又或者, 是可怕的上古大能或者武帝之类的盖世强者的手掌, 曾经强大到让阴魔都畏惧。 不过, 这个可能性太小了一些, 毕竟, 能够站在武道巅峰, 成为武帝的人, 又能有几人。 更何况, 这骷髅手掌, 是单独成掌, 而不是一整具骷髅。 也就是说, 这手掌, 可能是被人砍下来, 或者取下来用作兵器的, 如果这手掌是上古大能或者武帝强者的, 那要将手掌砍下来的人又的有多强? 总不能, 有武帝有特殊癖好, 将自己的手砍下来当兵器吧。 总之, 这种可能性很小, 又或者, 这骷髅手掌, 和这阴魔有些关联。 比如, 骷髅手掌的主人, 曾经是阴魔的长辈或者祖先, 有着特殊的气息, 他们无法察觉, 阴魔却能察觉, 一感受到那气息, 阴魔就畏惧。 这种情况, 似乎也有些可能性, 只是, 若是如此, 这骷髅手掌的来历, 那就更加久远和神秘了一些。 讲到这, 林霄又忽然想起什么, 连忙朝着藏宗宗主看过去, 问道, 前辈,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骷髅手掌, 到底是什么? 见得阴魔出现这样的情形, 藏宗宗主长松了一口气, 道, 我也不清楚, 不过, 既然能够催动出纯粹的皇权力量, 定然是整个大陆罕见的至宝, 说实话, 你这骷髅手掌, 是我们整个藏宗, 都最觊觎的东西, 曾经, 我们都商议过要不要夺走。 藏宗宗主又补充说了一句话, 林霄, 藏宗宗宗宗主不能回答他的问题, 却给他来了这么一句, 实话。 他都不知道, 藏宗还商议过要不要夺他的宝物, 还好藏宗最终没有做出这个选择, 否则, 他恐怕就危险了。 有几次, 没有藏宗的帮忙, 他都已经陷入了险境, 若是藏宗当时再来争夺骷髅手掌, 他就更加难以抗衡。 而听的藏宗宗主的话, 司空剑和赋言, 绝刀宗宗主长老等人, 目光纷纷亮了起来, 眼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 连阴谋都畏惧的东西, 其珍贵和可怕, 简直难以想象。 若是早些知道, 绝对是能够让他们争得头破血流的东西。 只是, 这个时候, 骷髅手掌下还有一个阴谋呢, 他们可不敢去抢。 藏宗有据黄泉藏天地, 藏神魔的说法, 阴谋是魔, 骷髅手掌是黄泉至宝, 可能克制阴谋, 我也只是猜测。 藏宗宗主又补充说道, 而另两名藏宗武皇则是面面相去了一眼, 意味不明。 黄泉藏天地, 藏神魔, 林霄心中已经, 上穷碧落下藏黄泉, 藏天地藏神魔, 可能是极为夸张的说法, 不过, 却是有几分那种意味。 可想, 黄泉力量的可怕, 也可以想象, 这藏宗的神秘之处, 对于藏宗, 林霄也越发好奇了, 位置不明, 人数不明, 而每个人却各个都如同诈尸一般, 活着像个死人, 实力又强大。 藏宗, 该不会真的是藏在地下的宗门吧? 当然, 既然对方不愿意透露, 他自然也没有多问。 那现在怎么办? 这时, 东方开元开口问道, 此话一出, 一群人都纷纷皱起了眉头。 对啊, 有骷髅手掌的震慑, 阴魔确实安静了, 没有再攻击了, 他们的危机解除了, 可, 如果这手掌一撤呢? 定然会再次魔性大发, 连他们这群人都抗衡不了, 等阴魔再次发威的时候, 又有谁能够阻挡? 总不能, 让林霄一直控制着这骷髅手掌来震慑陰魔吧? 他们还不知道, 骷髅手掌震慑久了, 会变得如何? 而就算陰魔现在是一副畏惧骷髅手掌, 丝毫没有动手和防备的模样, 他们也不敢趁机动手。 他们相信, 他们绝对杀不死这陰魔。 按理说, 有这个骷髅手掌在, 阴魔不会乱来, 但是, 就算用骷髅手掌一直放在他身旁, 也难不保他会远离骷髅手掌, 这确实, 是个问题。 藏宗顿时也露出了一幅愁容, 骷髅手掌只是威慑, 并非是将阴魔困住, 就算将其一直放在阴魔身上, 阴魔还是自行远离, 到时候, 阴魔还是会再次爆发。 也总不可能, 让林霄一直待在阴魔身旁, 控制着骷髅手掌一直跟着阴魔吧。 我倒是有个办法, 正在众人愁容满面之时, 林霄忽然开口道, 哦, 一群人纷纷看向了林霄, 一脸的疑惑, 林霄, 有什么办法, 可以安置这个阴魔? 既然能够让阴魔匍匐, 想来, 这骷髅手掌, 让阴魔匍匐个两三日应该没问题吧? 林霄说道, 什么意思, 一群人不解, 林霄嘴角忽然泛起了笑意, 道, 反正一下子也没法安置, 不如, 先把他送去魔宗。 所有人纷纷一正, 一脸难以置信地望着林霄, 久久回不过神来, 整个场面, 顿时陷入了安静当中。 第一零四九章移动阴魔, 场面安静了一会之后, 林霄第一个朗声大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好, 这个方法好啊, 哈哈哈哈。 好, 东方开源也忍不住重重点头, 借刀杀人, 妙, 妙啊, 林静常叹道, 哈哈哈哈, 到时候, 看习黄者联盟的人, 怎么应对这阴魔。 屈黄大笑道, 让我们一直头疼的习黄者联盟, 可能, 就要被这么解决了。 我很想看看, 到时候那些人的表情, 哈哈哈哈。 一群人纷纷赞同, 就连绝刀宗林剑宗的人, 都不得不赞叹林霄的提议。 把阴魔引到魔宗, 然后将骷髅手掌收回, 让阴魔发威, 到时候, 习黄者联盟就会不得安宁。 甚至, 连整个习黄者联盟, 都有可能会覆灭。 毕竟, 他们已经见识到了阴魔的可怕, 就连他们家葬宗的武皇, 都差点覆灭。 习黄者联盟现在的实力, 不会比他们强多少, 定然同样难以抗衡阴魔。 在阴魔攻击过后, 他们再去捕一刀, 到时候, 或许, 可以将习黄者联盟这个巨大的威胁铲除。 三位藏宗的武皇, 都被林霄的这个计划震惊了。 这林霄, 果真是果决和狠辣, 第一时间想到的, 居然是把阴魔引到敌人那里去。 顿了顿, 藏宗宗主开口道, 把阴魔送去魔宗, 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过, 不知道, 你们要怎么带过去。 藏宗宗主的话一出, 让得一群人都错愣了下来。 没错, 阴魔是畏惧骷髅首长, 可不代表, 他们能够去得动阴魔啊。 而且, 还不知道他们碰一碰, 会不会引发阴魔的反抗。 要怎么弄过去, 还是个问题。 沉吟了一会儿, 林霄开口道, 让我试试吧, 宗主, 还请再借我一搜遇天舟。 东方开源点头, 一挥手, 一搜遇天舟出现在了眼前。 林霄灵力移动, 灵力控制着这搜空的遇天舟, 向阴魔移动。 待得空遇天舟移到阴魔下方时, 林霄将遇天舟缓缓上移, 让得匍匐在虚空中的阴魔, 完全落在了遇天舟内。 不过, 这只是将阴魔放入遇天舟内, 能不能移动, 还是个问题。 毕竟阴魔的身躯有多尘不知道, 而且, 以阴魔的力量, 他若是匍匐在原地, 恐怕, 什么力量都无法移动。 只能试试了, 林霄以灵力控制着遇天舟, 缓缓向前移动。 不过, 只见得阴魔仍旧是匍匐在原地, 直到遇天舟尾板拖到阴魔的后脚。 在试试着向前移动于天舟之时, 林霄已是发现, 就算他加大灵力, 都无法将阴魔移动分毫。 怎么样, 林霄一脸的着急, 忍不住问道。 林霄摇了摇头, 道, 不行, 无法拖动, 如果强行移动于天舟或者进去催动, 恐怕, 于天舟毁了都无法移动分毫。 一群人纷纷皱起了眉头, 而林霄则是将目光看向了骷髅手掌, 灵力控制着骷髅手掌, 缓缓移动向了阴魔, 这让得一群人神色都纷纷凝重了起来。 最终, 在众人的目光当中, 林霄控制着骷髅手掌, 抓向了阴魔的肩膀。 一群人心头纷纷捏紧了下来, 暗叹林霄太过大胆了, 连阴魔的身躯都敢动。 生怕生出什么变故, 他们已经做好了跑路的准备。 好在, 骷髅手掌抓到阴魔肩膀之后, 也没有发生任何变故。 反而, 那阴魔颤抖得更加厉害了, 身上的气息, 似乎都完全收敛了起来。 随后, 一群人便是见到, 那羽天舟, 缓缓移动了过来。 成功了, 一群人大松了一口气, 这手掌, 果然不凡, 这下, 魔宗就要有好戏看了, 期望, 能够一举灭掉魔宗。 一群人纷纷兴奋了起来, 双目中揭露出了西纪的光芒。 林潇心中也长松了一口气, 好在阴魔气息和力量都收敛了, 否则, 他们还真无法移动阴魔。 没多久的时间, 整个玉天舟, 便是移动到所有人的近前, 望着玉天舟内, 匍匐在地, 半个脑袋破碎, 脑浆和森森头鼓露来出的阴魔, 一群人都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这模样, 也太触人了一些, 虽然, 阴魔身上没有任何力量流转, 但还是有一种让人忍不住要盯住, 生出恐怖的感觉。 好在, 没有力量一出, 倒也没有到把他们困住的地步。 谁要去催动这个玉天舟? 这时, 屈黄忍不住问了出来, 这么惩人, 光看一眼都令人头皮发麻, 谁愿意与他同城一周, 而且还是一两天的时间。 一群人又被问愣住了, 近距离与阴魔同舟共度, 想想就令人发寒。 我来吧, 只有我才能够控制骷髅手掌, 由我来催动玉天舟, 最为合适不过。 最终, 林霄站了出来, 虽然, 他也觉得这阴魔挺惩人的, 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只有他, 最合适催动这般玉天舟。 说吧, 林霄便是飞出原来的玉天舟, 缓缓向阴魔所在的玉天舟踏去。 我陪你一起吧, 以免生出变故。 顿了顿, 东方开人也开口, 就要跟随林霄踏来。 云进几人也就要出来, 林霄却摇头阻拦道, 我一个人就可以, 放心, 有这骷髅手掌, 应该不会有事。 而且, 就算真的生出变故, 谁来, 都无济于事。 可是, 东方开人还是有些担忧, 不过林霄说的确实在理, 阴魔若是真的爆发, 就算是多了十名武皇, 恐怕也无济于事。 最终, 东方开人点了点头, 叮嘱道, 你当心一些。 云进林霄等人也止住了脚步, 脸上有着几分担忧, 但他们也是果决之人, 最终也没有多说。 点了点头, 林霄踏入了玉天中内, 近距离望着阴魔, 心中不禁连打了几个寒战。 最终, 从储物界中取出了一件衣袍, 给阴魔盖了上去, 如此一来, 就不用看着这具可怕的东西了。 不过, 近距离站在阴魔的旁边, 多多少少, 心中还是有些触燃。 抬起目光, 林霄朝着一群人看了看, 道, 诸位, 准备前往魔宗吧。 见状, 一群人纷纷大喜, 双目中揭露出战役。 那个势力, 不是那么简单, 你们小心一些, 你们的争斗, 我们藏宗也不会参与, 只会前去关注阴魔。 此时, 藏宗宗主也对着林霄开口, 表明了态度。 前辈多次相救, 已经感激不尽, 岂能劳烦前辈, 让藏宗掺和进来。 林霄拱了拱手, 诚心地道, 他们的争斗, 本来就与藏宗无关, 自然不能劳烦藏宗出手。 藏宗宗主点了点头, 没有多说, 而司空剑等一群人心中还是有些遗憾, 如果藏宗的人掺和进来, 那将会是一笔巨大的助力, 习黄者联盟一方, 就更没有什么优势了。 当然, 有这阴魔, 恐怕, 也要不了藏宗帮忙。 既然如此, 那就准备出发吧, 我们便趁机, 铲除掉习黄者联盟。 盛千语这时开口道, 双目中泛起了一道光芒。 一群人纷纷点头, 林霄则是催动着玉天舟, 在阴家废墟外围找到了紫师傀。 紫师傀也不知道是自己退到了他们对轰的动静外围, 还是被能量波及, 震倒外围的, 不过好在, 没有受损。 收回紫师傀后, 林霄便是与一群人, 催动着玉天舟内的庞大资源, 以极限速度, 朝着魔宗所在方向暴略而去。 第一零五零张杀林霄的希望, 两日后, 魔宗外围区域, 在西皇者联盟家族和各个势力加入之后, 魔宗的外围已经建立起了大片的建筑。 整个西皇者联盟范围, 足有魔宗原先的数十倍, 以魔宗为中心, 向外延伸数百上千里。 这片森林方圆千里, 到处都是房屋建筑, 到处都是西皇者各个家族的人马。 而如此庞大的西皇者联盟, 除了戒备和巡逻的人员之外, 大量的人马, 都处在无比的忙碌当中。 即便是武尊武王境界的武者, 都在不断来回。 此时, 在西皇者联盟的最外围, 正有一对数十上百人队伍, 匆匆而回。 这批队伍, 十分强劲, 高阶武军都有十数名, 其余人, 都是武军强者。 若是林霄在场, 并能够认出来, 这批队伍, 便是由林霄的仇家组成的一批队伍, 主要有行家的人马, 少量断家和向家的人马。 此外, 还有曹天朝, 须子兰, 如远三个家族的武军强者。 见无敌被林霄击杀后, 为了避免林建宗的责罚, 三大家族又离开了林建宗。 一个多月前, 见习皇者得势, 又加入习皇者联盟, 加入到了与林霄有仇的武皇家族的队伍当中。 与这些人一同各处掠夺资源, 欲在习皇者联盟立功。 一来, 他们可以躲避林霄所在势力的追杀, 二来, 也期待着习皇者联盟将林霄铲除。 林霄不除, 他们便无法安宁, 也不知道殿主在准备什么, 需要如此庞大的资源。 步行中, 曹天朝忍不住提及到, 他们知道, 习皇者联盟真正的盟主, 不是魔宗宗主, 而是那位神秘的殿主, 掠夺资源, 正是那位神秘殿主下的命令。 整个习皇者联盟, 已经掠夺了庞大的资源, 加入习皇者联盟的成员, 也几乎将自己和家族的资源, 都献给了联盟高层。 然而, 还远远不足, 还需要远远不断地掠夺。 店主的事, 岂能有我们这些人能够猜测得出来? 卢远摇摇头, 确实如此, 屈子兰也点了点头, 道, 不过, 需要消耗如此庞大的资源, 店主准备的大忌, 定然能够一举覆灭正修联盟。 没错, 只要正修联盟一覆灭, 林霄也就活不久了。 蒋家的一名九重五军也说道, 因为同仇敌凯的原因, 而且曹虚鲁三位家族组长又是九重五军强者, 他们已是将三人视为同辈分相交。 店主强大无比, 定然能够杀了林霄, 杨岚冷声负荷道, 双目中满是恨意。 组长也一定不会放过林霄, 定会想办法把林霄杀了。 断天涯在旁点头道, 语气中充满了寒意。 可以说, 林霄就是他们母子的心魔, 林霄给他们的打击, 实在太大了。 他们的两位亲人被林霄击杀, 他们家族的高层, 在上次约战中被林霄杀了大半, 次次被林霄杀到绝望。 这次, 见得店主大发神威, 连司空剑和东方开人都不如, 而且店主又在准备强大的后手, 方才又生出了一丝击杀林霄的希望。 而他们族长, 是二重武皇强者, 同样还有机会, 与其他人联手, 袭杀林霄。 不错, 林霄在墙, 也不过能够抗衡二重武皇而已。 我们两家武皇还在, 听说林霄已经外出一个多月了, 若是我们两位族长能够找到他, 说不定还能够将他杀了。 提起林霄, 向家的人也满是恨意。 而这个队伍人数最多的家族, 行家的人, 则是一片黯然。 因为, 他们行家的行皇已经陨落了, 没有武皇坐镇, 让得他们行事的底气, 也变得十分不足。 在习黄者联盟中的地位, 都依仗着段皇和向皇照顾, 他们行家, 已经在逐渐失去武皇家族的地位。 林霄不除, 他们更无法再立足。 而此时, 他们这一批人马, 已经走进了习黄者联盟的人群, 一群人议论的声音, 也传到了他们的耳中。 什么, 向皇和段皇, 都被林霄杀了? 一名青年惊讶的声音, 远远便是传了过来。 什么, 这句话一出, 杨岚, 断天涯, 向家, 行家以及另三大家族的所有人都纷纷错愣在原地。 而此时, 前方那群人的议论之声, 接连响了起来。 听说林霄突破了两极灵力和一重原力修为, 一举将两人击杀。 这怎么可能, 你确定这个消息是真的? 千真万确, 是魔宗大长老和邪宗宗主几人亲自传出来的。 天啊, 这, 也太让人难以置信了吧。 齐皇者联盟, 居然陨落了两位武皇, 而且, 还是被林霄杀的。 林霄怎么会突破那么快, 如果不是亲耳听说, 我都以为是假的。 那林霄也太可怕了, 这么快的时间就能够击杀二重武皇, 若是让他再成长下去, 那还了得。 听说林霄不止杀了两人, 连向家, 明宗和魔宗各一名半部武皇所带的一批队伍, 都被杀光了。 阵阵惊讶的声音, 接连不止, 而杨岚等人所在这批队伍, 都已呆滞在了原地。 尤其是断家的人, 向家的人, 脑海中皆是一片空白。 他们家族的支柱, 武皇族长, 陨落了, 被林霄杀的。 这个消息, 宛如晴天霹雳, 让得他们久久回不过神来。 他们刚刚还说, 他们两家还有两位武皇坐镇, 寻找机会击杀林霄呢。 现在, 就听到两人被林霄击杀的消息。 这一刻, 这批队伍所有人都蒙了, 实在无法相信那群人的话。 不过, 前方那一批人中, 还有一名魔宗长老, 在习皇者联盟范围内, 不可能会乱传出武皇陨落这样的假消息, 也没人敢这么传。 也就是说, 那一群人说的, 都是真的。 这, 这怎么可能? 曹天朝傻眼了, 他还盼着两位武皇能够助习皇者联盟, 想出各种办法对付林霄, 结果一回来, 就听到了两位武皇陨落的消息。 他, 又变得, 这么强大了, 去此来也有种又惊又绝望的感觉, 林霄从小小的武尊战力, 一步步暴涨到现在, 仅仅是用了一年的时间啊, 这让他们生出希望的心思都快没有了。 我们族长陨落, 这, 这, 杨兰都快疯了, 实在是无法相信这个事实, 好不容易又生出希望, 现在, 立马又跌落到了低谷。 断天涯顿时神色暗淡了下来, 整个精神都萎靡了下来。 他们断家的武皇族长, 被林霄杀死了。 那他们怎么办? 向家的人, 同样也是完全呆住了, 向皇, 和他们向家最强的那一匹高手, 也死在了林霄手中。 以后他们向家还有什么? 秦家的人马, 同样也是吃惊的说不出话来。